每天这么煎熬,我不是还在等吗 对吧 你们可以等我吗 没有,你们不用说什么,哎呀,堂堂你怎么害谁,我到现在依然说我没有害过别人 我只有两个底线,第一 不要说我去害谁了,我没有害谁 第二 不要去拿什么一个女孩子的清白,去拿一个女孩子的家世 在网上说,我就这两个底线 这两件事情只要别人不做 我不会在直播间 说任何话 家人们 我这样做,你们觉得行吗 我够不够意思 我就这两个条件嘛 第一,你不要去说我害谁了 家人们 我也确实没有害谁,知道吗 我要是个软世子,或者是我要是想在平台上 生存啥的,我现在就认了,我不骗你 我现在就给大家认了 但是我 但是我这个人 真的,我就是很轴 我觉得我没做的事,你就是不能让我承认 我就是没有 不管是中间有误会还是怎么样呢 事情没有搞清楚 反正我就是没有 知道吗 谁也不要想让我承认 第二就是不要去报别人 或拿一个女孩清白说这个说那个 我就这两条底线 其他的我不再说了 如果说你们还要拿我去再说事的话 那我觉得大家都不好看 对不对 唐唐你放心 就是 你就算有 我也跟你在一起 你有什么我都不会改变跟你在一起的情形 我们我相信粉丝家人们也会想看到我们未来一定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对不对 家人们 我相信你们也会想看我们有 那一天的 所以咱们就开心一点 开开心心的过好我们这一日子 就 你来了我们就开心了 你来了然后我们往那去洛阳 玩两天吧 洛阳 洛阳玩啥 洛阳 洛阳有隆隆石窟 还可以看牡丹 散散心吧 最近事情也多 对对 身体也不好 好 那我们到时候就去 其他事情 啥都不管了 我们就开开心心了去玩就好了 家人们觉得这样怎么样 我们也不管什么任何事情了 我们就开开心心的 玩我们到时候再给家人们开播 看我们出去玩 大宝你估计这次来你再也不说我那个 有小肚子 小肚子都没了 超级多 我有说你小肚子吗 你上台有说有一点点 肚子都没了 那是逗你的 坐下来肯定有 我坐下来我都有小肚子 那逗你的 我的唐唐最漂亮的 他身材太好了 所以开心点 春天能看得 家人们你们放心吧 我跟大宝是好好的 你们可大宝别担心 就是说 我跟大宝没有事 就是 我们俩不是别人说两句话就能拆散 施打施打加拉曼 咱们要加油 咱们要加油 斗嘴什么的 但是我们俩还是 很爱惜对方 虽然我们有偶尔会吵吵架什么的 但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 他今天还说 他说我都给你台阶了 你还不下 笑死了家人们 大宝跟我说 大宝跟我说 我都给你台阶了 你还不下 我说 我说 那我不是今天看你心情不好吗 还是给你台阶咯 我不要你给我台阶 看你心情不好 让你开心 他说我给你个台阶吧 说的好 给我个台阶 你说 到底是我们俩吵架了 他说 我给你个台阶了 你还不下 家人们 他来找我说 是不是他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台阶啊 你不应该旧坡下离嘛对不对 是不是我都给你台阶了 旧坡下离啊 你就是自己忍不住了呗 没有 我是 想 让你开心一下 你今天一天给我打八个电话 你干嘛 你这么闲吗 不用工作吗 你今天没去公司吗 没有啊 今天不担心你吗 家人们不骗你 今天下午我很忙 知道吗 然后他一下午给我打八个电话 我来 你在干嘛呀 你说我在忙啊 跟我说的话嘛 我说我在忙 然后挂了一会 你在干嘛呀 来等一下我跟家人们说 那我都给你打电话过去了 那你说你在忙 我说你在忙什么 你又说你在忙 对不对 那我就这么忙啊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你 家人们你告诉我一下 我在忙我应该怎么回答他 我不应该说我在忙吗 我都跟他说 我说你在忙什么 他是不是应该跟我说 我在忙什么 对不对 我在忙什么 我问了他两遍 他一直在说你在我在忙挂了吧 挂了我在忙挂了 你教我一下 你这个话不用接了 你应该说 我在忙什么 等一下再给你打过气 会不会谈恋 你会不会谈恋人 你会不会谈恋人 你应该说我在忙什么 我等一下给你 回过气 这样才对吗 哪有说我我问你说你 你在干嘛 你说我在忙 直接你说我在忙啊 就像就这样拜拜 哪有这样子的 你应该说 还要具体说我在忙 难道我还要告诉你 我在忙跟谁谁谁的 谈话 跟谁谁谁公司的对接 连这个都要跟你讲吗 没必要吧 有啥没必要 就多几个字 花你三秒钟的时间 我不值得 不值得你花三秒钟的时间吗 家人们 你们说对不对 我值不值得他 花三秒钟的时间 说这几个字告诉我 他在干嘛 觉得我说对 觉得我值得他花三秒钟 说这些的咱们扣个意 觉得我值得他花三秒钟 告诉我 你在干嘛扣个意 对不对 家人们 那我就知道 我就怕有什么毛病 等一下停停停 我打电话给他 我就是想知道他在干嘛 是不是 那他在忙 他在忙什么 那我不就想知道吗 你问啊 你问啊 那我不是问你 你在干嘛 你在忙什么 你老是说 我在忙 我在忙 那就是真的很忙 家人们 你来评评你 我们两个谁有毛病 那我就很忙啊 你在干嘛 我说我在忙 家人们 这肯定要支持我 是不是 他说 我先讲 你说我在忙 他说 那你跟我聊聊天 我说我在忙 那我都已经重复两遍 我在忙 那肯定就是很多 真的很忙 我说 那你跟我说说话吗 我说我真的在忙 然后他就不高兴了 你知道吗 然后又 过了十分钟 然后又打电话 你在干嘛呀 我说我还在忙 嗯 他说 那你到底在忙什么 他说我在忙啊 笑死了 那我就知道他想在忙什么 是不是 就想他知道他在忙什么 对不对 我都无语了 然后 在忙什么 我在忙什么 也要跟你讲吗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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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这个事情是我错了吗 家人们 评评你 家人们自己说 是不是他错了 我关心他 对不对 我这么关心他 那他应该回应我了 这个事情你们拼命里 那我应该回答他 我不值得他花三秒钟告诉我 他在忙什么 家人们对不对 那我我打电话肯定是我想他 想知道他在干嘛 对不对 担心他想他 那他跟我说一下他在忙什么 那确实很忙的 确实是有事啊 那那就 他去忙呗 对不对 我肯定也不是说 不怪 我们俩真的生烦了 我从来都不问 大宝你在忙什么 你在给谁发展信啊 你在干嘛 我从来都不问 家人们 那我不就怕别人老追求你 缠着你呢 如果你喜欢的人是别人那么随意就可以抢走的 那他也就不值得你喜欢了 那万一你 你自信好吗 那万一你要跟别人聊空 聊别人借着聊工作的借口跟你聊天 对不对 那你又不懂 你又觉得人家是在跟你聊工作跟你怎么样子 人家其实就是想接触你跟你聊天跟你谈感情 你又不懂 对不对 那我是男的 我知道有的一些男的他什么心理 对不对 我小心乱说 对 我小心点 家人们你这搞笑啊 刚才还晚进来的人还什么结婚了 有孩子还谈恋爱 家人 我有结 我要是结婚了 有孩子 我还在这里跟大宝谈恋爱吗 你别说你愿不愿意 你问问大宝愿不愿意 啊 你在搞笑吗 我现在结了婚有孩子 大宝跟我谈恋爱 大宝是疯了吗 大宝找不到女人吗 他不愿意 我觉得没有必要解释好吧 你去看就好了吗 你去看就好了吗 我有小孩我有家庭 我天天坐在这里 已经大宝谈恋爱了 我还不去哄孩子去呢 要干我就一啪啪 干嘛 啪啪什么 嗯 我刚我昨天去买了个板几饼很好吃 那你来的时候给我带点 嗯 嗯 你记得哦 你从广州过来说要给我带好吃的 你俩吃什么就给你买 我不知道 反正你随便带 你带什么我又是份心理我就挺开心 买什么不重要 嗯 买个饼也可以 给你带个小礼物吧 对啊 你来不要空手来哦 你来了 那买不定还会见到我妈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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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点的阿姨说这次过去不要住酒店了浪费钱 我也这么想就每次去住 啊多得花好几百块一晚上太心疼了 他跟我商量呢 暗示我家人们你知道吗 他说哎呀住酒店好贵啊 家里又不是没有空房对不对 他他说住酒店好贵啊 他们说对不对 咱们家里面又不是没有空房 就就住空房就不就好了吗 就浪费他钱是吧 那钱节约起来 大家出去啊 一起出去吃吃喝喝啊 夜市买买买买烧烤吃吃串 鲁鲁8加1多好啊 对不对 那夏天嘛 炉个炉个串 喝个8加1都好 这钱就应该直接省下来 我跟他说了 我已经同意了 家人们 我说那个他来了住我家 然后我住我妈那里 哈 那家里不是有空房 你还要住你妈那边干嘛 你来了 我我跟你一起住我家 有什么要紧 你上次 你上次女孩跟男主女 你上次女孩跟男主女睡哪了 那我那我 你跟我说话小心点 你这个把话说完 你说一半别人误会了 等一下我跟男主女咋的了 来来来来说清楚 他是不是去照顾你是不是 你把话说清楚 家人们啊 这个话要被黑粉截到 我跟你讲啊 真的够我喝一壶的 你把这个话说清楚 你别乱说话 什么叫我跟男主女 来慢慢解释啊 这个事情必须解释清楚 不然我这个事情你就成抖音上 我的头号黑粉的知道吧 我不管 反正我只说事实的话 我只说 来来来 说说说说 家人们你怎么发现 大宝才是黑粉头子 你知道吧 你说话说一半 你太吓人了 上次家人们知不知道 家人们都知道 上次助理 你跟我吵架 助理去照顾你 那为什么 他可以睡在你们家 我就不行了 你得出去睡呢 那为什么我都去住空房 来来 你解释不听我来说 好吧 家人们这个事必须得解释清楚 因为那天晚上我跟大宝生气 然后我就胸闷 头晕 不舒服 然后 当时我那个男主理 他离我们家特别近 然后大宝离我很远的一个多小时 然后我就给助理打电话 我说你过来看着我 有事的话马上送我去加号 然后我那个男主理又怕我出什么事 于是在我们家地板上 就看着我老怕我没气 你知道吧 就在我那个地板上睡了一晚上 就因为这个事情 大宝跟我生了好几天的气 先说清楚 不是我跟我的男主理住在一起 是我那个男主理 然后过来看我的时候 在我家地板上 确实躺了一晚上 哎呀你吓死我 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大宝 是事实啊 没错 是事实 你把话说清楚啊 你叫我男主理过夜 你这话说出来 你这什么虎狼之词 不是啊不是啊 那是不是 是不是在一套房里面 你真的是黑粉头子 好不好 地板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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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你们说他宝是不是不会聊天 他这个天聊的 你说让别人听的是什么感觉 对 我不管 反正 那我要去睡地板 可以吧 我也去睡地板 我要睡地板 你这样我就不平衡 你来了 你住在我家 然后我去我妈这 不行 不是 我 我们俩住在家里 你让我妈怎么想 那你就说你身体 反正我不管 我身体不舒服 我妈不会照顾我 你来了 我明明可以住我妈这 然后我非要跟你住 然后我妈怎么想 家人们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他是不是他住我家 我去住我妈这 比较合适的扣你 你觉得我要跟我妈说 我要回去跟大宝住一个房间 合适的扣二 我没不是啊 我没说住一个房间 我就说 在一个房子里 对 对 那你们你和栏助理 开始能可以 我为什么不可以 那天不特殊情况 那天是我不舒服了 那我有特殊 我也不舒服 我 我人也不舒服了 如果特殊情况 我也不舒服 你就跟你 你就跟你妈说 我身体不舒服 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 在一个房子里面 我们俩有没有什么 我都是说不清楚的 知道不 那你和助理 为什么你就能说清楚